大家好 歡迎收看JC Season 4 最新系列第十四集 十四啊 實死啊 迷信啊 Stupestition 今天是星期一啦 那就先說定了 可能說不了話 It is... Today is Monday It gives me the right to speak nonsense and bullshit You know 星期一隨時說不了話 平日都賴四十一的 不是四十一 都賴四十一的 就是每次都問是不是四十一 今天真的是四十一 所以就更加雙重藉口 吃你更加腦子運作不了 Brain is not functioning well 那...就... 之前說回芝士... 不是芝士... 沙律醬撈這個呢 我真的沒試過 但是有很多人都推薦沙律醬撈這個型多撈麵 那我就盡量幾天來試一下 其實是沒有Troll的 你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啊 那...就... 生蛋方面呢... 確確就OK的 有很多人跟我說都OK的 很多人也都喜歡這樣吃的 生蛋就這樣加進去 一個煮好的芋頭撈麵裡 OK? 那...最好就建議你們就... 那些蛋就是... 要從一些 safe places 儘量就是用organic eggs 儘量就不要... 用... eggs... that are genetically modified 就是不要用基因改造 以及要吃有機蛋 那就應該沒有問題的 不要from China 不要from大陸啊 不要GMO啊 那...應該美國啊 日本那些其實都應該OK的 美國都不知道 美國很多九成都是GMO的 那些什麼都是的 他們... 但是對日本就好一點了 那些是不好的 那就試一下吧 那加生蛋其實非常好吃 那些芝士就不建議了 那就沙律醬池再試一下吧 還是你們粗的 我真的不知道 嘿... 今天九月三號 全球... 應該有七至八成的學生呢 都是九月三號開學的啦 那就是有些大學呢 我就知道是一個禮拜後才開學的 那恭喜你 因為你暑假放遲了 或者一些編排不知怎樣 那每個人要回的時候 你又不用回去 超棒的 這個禮拜應該會覺得特別長的 各個超辛苦的 你都在家裡享受世界 那九月三號開學 大家有什麼心情呢 這個... 如果從我的角度 有小... 其實... 幼稚園我都不記得了 大家其實有沒有記得自己 BB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不記得 就是無論你現在可能是小學生 你都不記得前幾年發生什麼事的 OK 就是... 我不是... It's not about how long 就是... 不關... 不關過了多久的事 就是... 我懷疑人呢 是一個過了BB時期 是自動... 記憶是剪掉的 OK 就是... 總之你過了這個... BB時期 第二天 現在是不記得了之前發生什麼事的 無論你隔多久 你大學想起BB也好 小學想起BB也好 中學想起BB也好 我先喝一口水 好喝... Oh God 嗯... 無論什麼時期 我也不是不記得的 可能一兩件好心黑的事 但是其他... 其他事也不知為何 有九乘九乘九乘九 乘九乘九乘八 都是不記得的 但是就... 不管了 OK 講返這個開學先 Sofia 每一個階段 開學 這個9月初開學,每個時段的感覺都不同 這個幼稚園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不算了,是小學開始 小學的感覺又不同,開學,中學的感覺又不同 大學的感覺又不同,我們不要計算一中一或大學一年級 因為剛剛新環境整件事就不同,但當你習慣了一年的時候 每一年回去,開學的感覺都不同 那我先說小學,小學對我來說,就算你是哪個階段的開學 怎樣去分別,看你有沒有責任 如果你一個有責任,你的功課都弄齊了,你知道成績也好 而且比較一下,你一個完全不理學的,開學的感覺是兩回事 所以如果你有責任,開學是沒所謂的 最大的轉變就是,你不能睡久一點,早點起床 早上要趕校車,很累,中間睡 這個就是,如果你負責任,但如果你不負責任,整件事就很不同 其實,the whole experience is just different 你懂嗎? 即是,那個,上學其實有一種恐懼感 即是,所有上學其實是一種負類 回到要交功課那一刻,之後就要對著老師 你好像,即是好像... 怎樣?因為我從小學和中學 小學,整段小學時間到初中 都是沒有,沒有交功課,那些欠交功課 小五中留班那些 不是頑皮,是完全超無責任感那一隻 恐懼感,基本上是每天都有的 即是,好像每天回去欠人錢 回到家又被人罵,回到學校又欠人錢 真的有欠人錢 即是不知道要買東西吃的那些 這個欠人錢,然後又好像欠老師錢 即是,去到哪裏掉頭走,誰知道去哪裏 但又要在學校,你就明白那種感覺 即是,有很多人都是這樣,我相信 有一批人,我明白你們的 是真的,很不想上學的 即是,上學等,都是那一句 上學等放學,放學飲可樂 完全對學校真的沒有信心 不喜歡留在學校 還有,即是,有什麼情況會發生呢 即是,有什麼情況會發生呢 即是,先不要說自己 講完那個感覺,真的很恐懼 因為,其他人 是一定會有的 各種的 各種欠交功課 各種的同學 有不同的同學 即是,你自己在暑假上去 你兩三個月沒見 有很多東西都變成 有很多同學你也沒見 然後,轉了髮型 即是,但這些都很濕 其實其實有件事想分享 但中學時期,初中還是還沒教功課 完全沒有這麼感受 這個 還是在每天早上回到學校 回到學校抄功課時期 有一次,應該是中二 對,中二 中一 一去到就已經認識了一群 沒得救的豬朋狗友 完全是 現在沒什麼聯絡的了 但就 完全是不在乎的 學校 那我們就回到學校 當然,每個人都做了功課 我們四個人 一份功課都還沒做 當然是問人搜 當然是問人搜 然後是問人搜 然後呢 那哪裡 大家都可能知道 哪裡是做功課最好的呢 第一,你要找個地方做功課好呢 第一,不能被騷擾到 第二,不能被同學見到 第三,不能被老師見到 第三,不能被老師見到 第四,完全不能被人知道 除了被你搜 這個 問了人搜尋公課之後 我跟另一個朋友 不是四個人 兩個人就可以 我們一起問人 拿了人搜尋公課 其實也不太想 硬逼他拿了 然後很快就想說給他 那我們進廁所搜尋 廁所是唯一一個安全的地方 因為是隱私 你不能搞我 你不能進來搞我 沒什麼事 我真的在安慰 你不讓他出 那兩人進了 要用公課進了這個廁所 那就挺好的 那些人是國際學校 廁所的廁所 廁所的廁所 都可以剛剛好 不是剛剛好 其實可以容納到三四個人 四個人 即是可以容納到四個人 但是我們就兩個人 所以其實 也挺空 It's Monday It's Monday 說不出話說不出話說不出話 我們進去抄 我們不知為什麼 我們愚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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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然後契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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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有個中文,不懂英文,有些人不明白 然後他們敲門,你知道當時,我認得他們的聲音,我知道那個老師來的 是一個很兇的,高級的英文老師 然後我敲門,然後我立即,外面有人跟我說之後 他有趴下,然後看下面那條蜆,然後看有什麼 然後他只看到一對角,我立即跳上馬桶 我立即把那些功課放在屎桶裡面,然後立即跳上馬桶 然後幸好看到一對角,然後叫他出來的時候,我躲在門後面 幸好他見不到那隻魚,不然真的被他斷正 不過最後呢,很可憐,那個人問他為什麼要跟自己說話 然後他說沒有啊,我不開心,然後打仗去見憤怒主 然後人們以為他有精神病,但是最後整件事很可憐 最後第一天還是被人留堂 因為太急把那些功課放在屎坑那裡 然後三個人都交不了功課,然後最後被人留堂 這就是其中喜歡9月1號開學的最深刻的這件事 那已經沒有了兩個朋友了 真的 好了,大家有什麼9月1號開學的 今天看到什麼9月3號看到什麼事呢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我都會看的 有什麼沒有交功課啊 第一天就分手啊,第一天跟女兒 都是留言在下面的 還有老師的心情其實是沒有老師暑假,暑假要回來的 什麼秘貨的東西,所以不知道 看有什麼隨時都有,今天都會看的 隨時便! 小朋友,肝 快抱歉! 再見!